英國河北省營縣教區 榮優主教劉冠東主懷安息 大家好 歡迎收看炎宇光電視教會透視節目 我是梁樂妍 11月6日上午 教宗方濟國在梵蒂岡聖伯多禄廣場 主持了週三公開接見活動 為大約8萬名來自世界各地的朝聖人士 講授了一篇要理 當中提及到聖事的共用 教宗講到聖事的共用 他說聖事不是表面功夫 不是儀式 聖事是基督的力量 在聖事中有耶穌基督 正是祂召集我們 使我們成為團體 教宗進一步解釋 聖事在信仰生活上的重要性 他表示領聖體 兒童盡早領洗 領受堅贈聖事都很重要 因為耶穌基督臨在我門內 幫助我們 重要的是 當我們感到自己是罪人的時候 就要去領受修和聖事 在修和聖事當中 會遇到寬算你的耶穌 在那裡等待你的是耶穌 這個就是聖事 聖事使整個教會成長 聖著新聞室主任龍巴爾迪神父 由10月31日表示 教宗方濟國在今年10月初 召開的書基議會會議 和隨後的世界主教會議 委員會會議上 告訴與會人士 他打算於明年2月22日 聖伯多禄建立中座日 召集預前會議 作聲新書基 龍巴爾迪神父說 教宗方濟國決定 立刻公布於明年2月召集 預前會議的決定 為方便於安排其他會議 因為來自世界各地的書基們 必須參加這些會議 聖著發言人又表示 其實好像幾位前教宗一樣 可以預料教宗打算 在召開預前會議前 先於2月17至18日召開書基團會議 在書基團會議之前 亦將召開八位書基議會第三次會議 而在預前會議之後 將於2月24至25日 召開世界主教會議委員會會議 另外討論聖著經濟 及組織問題的書基委員會 下屆會議亦與往年一樣 預計安排在2月份舉行 中國河北省藝縣教區 榮優主教劉冠東 姓名百多六 於10月28日主懷安息 並已於翌日安葬 享年94歲 劉主教是一位顯赫的人物 他一生都沒有背棄自己的信念 對教友 尤其是神父、主教 更加是一個榜樣 劉主教1919年出生於河北保定市 清遠縣、偉國莊村 至休領洗 1935年開始修道 4年後在宣化總修院攻讀神哲學 於45年進度後 開始在役縣及附近地區傳教 在55年因反對三字夾身運動被捕入獄 兩年後無罪釋放 但在58年再被判無期徒刑 在河北省第一監獄服刑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飽受之傲 直至1980年獲改判有期徒刑 翌年獲釋回家 1982年 役縣教區周善夫主教 促姓他為助理主教 4年後就任政權主教 劉主教曾經做過中國大陸主教團團長 及促姓多偉主教 他曾先後促姓 曹州教區李炳耀 北京教區培尚德 大明教區安世恩 宣化教區張九牧 趙振東 永年教區寒鼎牆 保定教區蘇志文 安樹新等為主教 他在1989年11月 在陝西三元教區張義拆穿 主持成立中國大陸主教團 並獲選為執行主席 負責日常運作 為中國教會史 譜寫破天荒的一頁 為迎接聖誕的來臨 鹽宇光天主教傳媒機構 將舉辦一年一度的聖誕眾音樂會 聖誕眾音樂會 將於12月3日 星期二晚上8點 於多倫多的 Royal Conservatory of Music 的Kernel Hall舉行 當晚會由著名的 Masterworks of Oakville 的管弦樂團及歌詠團 為大家演出 好讓大家能夠 在親切聖誕樂曲中 準備心靈 迎接耶穌基督的誕生 詳情請瀏覽 www.sortanighttv.org slashChristmasConcert 或致電416-408-0208 教會透視報道完畢 再會 字幕提供